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BNO5加1計劃將會在明年1月31日正式開放申請 很多市民都關注一件事 就是到底當他們永久離開香港的時候 能不能夠提前拿回屬於他們自己的強積金 積金局一直的態度都是比較模糊 前天積金局執行董事儒家寶在《經濟日報》撰寫了一篇文章 到底他們是怎樣回應市民的聲音呢 在說下去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積金局的文章 看看能不能夠釋除市民的疑慮 那篇文章就說 強積金計劃成員如果是要 以永久離開香港這個理由 申請提早拿回強積金的話 門檻就不低 申請人就必須先向仇託人 即是管理強積金那家公司 提交申索表格 相關文件 和證據 以及一份法定聲明 要聲明自己 在特定日期之後 就會永久離開香港 前往其他地方居住 以及就是無意重返香港工作 或者是再定居 申請人就有責任 提供一些令到受託人 信納自己 已經獲准在香港 以外地方居住的文件 和資料作為作證 以供核實 什麼叫受託人信納的 相關文件和證據 這個就和申索人計劃 移居的地方 離開的理由 和個人的情況 是息息相關的 受託人會擔當著把關的角色 在核實永久離開香港 提前拿走強積金的申請 必須基於申請人提供的所有資料 以及事實陳述 作出整體的審核 才作出決定 包括檢視申請人所提交的作證 有沒有矛盾之處 接著這段就來了 積金局就說 必須要強調 單靠旅遊證件 即是BNO護照 並不足以證明 新索人 已經獲准了 前往香港以外的地方居住 申請人就必須要提供其他證明的文件 例如 由目的移居地相關的部門 所簽發的 居留許可證 在移居地的租置物業的住址證明 公用事業帳戶資料 例如是水電費單 等等 或者由香港稅務局發出的離港清稅文件等等 以便 受託人作出審批的決定 接著那段 就說關於回鄉證的東西 我們就不在這裏說了 老實說我認為 特地拿一段出來寫回鄉證的東西 就叫做無私遣見私 老實說現在所有人都知道 在明年將要 移民離開香港的人 大部分人的目的地都會是英國的 因為有個五加一計劃 特地說回鄉證是為甚麼 有多少人會移居回大灣區 這些是找來講的 實際上就好像 想給人一種感覺 不是純粹針對BNO 回鄉證也有份 這些我覺得不需要在這裏提 好了 說回那篇文章 其實他裏頭有很清晰的一點 是指了出來的 就是如果大家純粹拿著本BNO護照 去想提前拿回那筆強積金的話 就肯定是沒有行 因為你必須要有其他的證明文件 提交得到給那家強積金的公司 等他去審批才行 我又覺得這個合理 如果大家純粹拿著本BNO護照去拿 就是所有人都拿 對不對 所以這篇文章 其實就解答到 在甚麼情況下 是不能夠提前拿回那筆強積金 這是清晰的 但問題這不是市民關注的地方 市民關注的就是 到底我走的時候 我能不能拿回 這裏其實是答得不清不楚 我認為他們有多少迴避 我認為是 因為這個1月31日的時候 5加1計劃就已經可以提供申請 即是說距離現在 都不夠兩個月的時間 按照計 即是你積金局就已經知道了這個方案很久 為甚麼到目前為止 你都不能夠提供得到一個清晰的答案 現在有部分人已經去了英國 他們就拿了所謂LOTR 入境 但是那班人就肯定拿不到強積金 因為已經試過不少人 想申請拿回 都拿不回 問題就是 1月31日就5加1 正式是批給一個五年期的簽證 或者有些人就申請兩年半 Anyway 都是那樣 在這樣的情況下 到底那班市民是能不能拿回呢 你一句就回答 是否才能拿到yes or no question 得就一句 不得就一句 沒有理由就說到這樣 很模糊 當然他裏頭就提到 純粹拿著本旅遊證件 都不行 你要有齊當地一些文件作證 比如說租約 住址證明 水電費單 等等 我都覺得是沒有問題 是對的 因為你要阻止有些人 博猛 對 你這樣做 你作為一個規管機構 問題就是 當那些市民拿了BNO的5加1簽證 入了英國境之後 他有齊了這些文件 到底批益還是不批呢 到底你承不承認BNO5加1簽證 是作為一個永久離開香港的一個原因 市民想知道這件事 問題的核心就在這 市民有擔心就是正常的 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外交部周史就走出來說 說可能不再承認BNO是一本合法的旅遊證件 如果大陸真的不承認BNO的時候 到底拿著BNO5加1簽證 去英國居住的人 還能不能拿回呢 大陸說不承認 那你積金局怎麼處理呢 這個問題是 你要答得清楚才行 還是BNO這個議題其實已經是超越了積金局的範圍呢 因為這是政治問題來的 可能積金局自己本身都是十五十六持不定的主意 到底是可以還是不行 所以就回答得很無靈兩可 搞到那些市民仍然要猜猜猜猜 但是他這種模糊的答法 就有利於 一旦將來積金局要搬龍門的時候 他們還可以反話你回頭 就說你解讀錯誤 他都沒有告訴你 你拿了BNO5年簽證之後 你去申請提前來說他一定批的 他可以告訴你他事實沒有這麼說 所以這些答法就真是把鬼 特區政府昨天發表了一份聲明 就說英國政府向BNO護照持有人 提供在英居留和入籍路徑 是妄顧歷史事實 有為其國際義務 重點就是在於前那句 提供在英居留和入籍路徑 這個還不是永久離開香港 都要付錢的 拿個簽證也是要 這樣就算是永久離港 對不對 到底積金局是怎樣來解讀和理解特區政府這篇聲明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其實要去到明年1月31日之後 才會見真章 當有第一批市民真正拿到BNO的五年簽證之後 他們就憑藉著這個簽證 以及其他所謂的相關文件和證據 向那家強積金公司 以永久離港的理由 申請提前拿回 到時批不批才會知道答案 現在事前所有的說法 其實都是說不準的 所以我自己就認為 如果大家真的要在近期拿著BNO 前往英國居住申請這個 5加1簽證的時候 那你就一定要打定輸數好一點 你就千萬不要大安止意 就認為 在NPF戶口裡面那塊錢很容易拿回 你就要假設了 短期之內都拿不回來 你不要把那塊錢 預算在你那個生活費裡面 拿得回就好地地 拿不回的時候就拿手不成勢 根據積金局最新的數據顯示 截至今年的6月底為止 以永久離開香港作為理由 而提前拿走強積金的個案 就連跌了兩季的數字 去年第四季就是8400宗 今年第一季就是7600宗 第二季就是6000宗 那拿回的錢有多少呢 今年的第二季就是9億9千萬 你脫一脫的數字 大概每宗就拿回16萬5千元左右 英國政府就說預算 就是會有30萬人 最少30萬人 就是會憑藉著這個 BNO5加1計劃 移居到英國 如果30萬人拿回的時候 乘回16萬5千元 那裡是490多億 所以我就很懷疑 當BNO的五年簽證 在明年開始批給的時候 如果有一窩蜂的市民去入籍申請 提前拿走那些錢 到當局究竟是批抑或不批 在是否批給這個問題上 會不會有其他的考慮呢 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人就可以離開 但是錢就要暫時留下呢 可能性大不大呢 希望不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希望大家走的時候 都可以提領自己的強積金 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